第一个在通用芯片这个领域 就是基本上用在电脑上吧 在短时间内中国大陆是没有办法 来打破这个Wintel这个架构的 就是以英特尔和微软 结成联盟的这个架构 这是不可能的 这个不但中国解决不了 全世界都解决不了 但是呢 近十年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在哪呢 就是智能手机 只要是最终消费者的 就2C的这一端 C端来讲 将来肯定是要把这个电脑这个弱化的 那么在这个领域 我认为是大陆可能有一些机会 改变被美国垄断的这种格局 而且事实上在几年前 美国没有打开这个华为之前吧 确实华为已经比较明显的 在大陆吧 可以说率先打破了某些垄断 比如说两年前的那个华为手机里头 手机里大概有 一共有36颗芯片 其中有18颗芯片 是华为自己这个设计的 当然是台积电给它流片的 这个就是说明至少有一半 已经是有希望可展化了 但是呢 美国打压以后 这个这种势头呢 再一次被遏制住了 总的来讲 中国这边 要想在这方面形成全面突破呢 短时间的不太可能 至少20到30年的时间 有可能在这个手机的芯片 这方面 对美国事情比较大挑战吧 在2025中国 很难要达成半导体的 自给率70% 这个目前看起来 已经确定是达不成了 因为去年的话 它的自给率盖 只有不到17% 今年自给率也 蛮有一个明显的低升 所以到2025年 能够看到二字头 已经是相当不容易 在2025年里的地上 大量的地上 可以用到一种地上